OK 那我们今天开始讲一下Spin OK Spin在我们 这个是第几章 我看看 第十四章 OK 那这一章呢 我们的课本里面呢 它讲的比较抽象一点 所以呢 我会从比较实际的图像上面来讲 让大家能够比较清楚 OK Spin这个东西很好玩 为什么呢 它呢 你找不到 在古典力学上面一个对应的关系 也就是说实际上呢 在这个量子力学的发展 一开始没有人预计得到 竟然有Spin这种东西 我们所知道的以前的呢 Angular Momentum 那我们只会把它看成一个什么 就好像一个原子核 然后外面有个电子在环绕 那这这个 因为它有质量嘛 你把它假想成好像行星系统的时候呢 它就会有个Angular Momentum 有了Angular Momentum 你自然呢 就会有一个什么样 Magnetic Moment OK 一样 是有这个系统 可以看得到 但问题是假设只是这样子呢 那我们很多实验suppose 应该是很简单的 但事实上却不然 事实上却让我们看到呢 有一些特殊的现象发生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特殊现象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我们这样来看看 假如说呢 我们有一颗particle OK 假设是one electron atoms 假设呢 它在这边走 经过一个区域 这边uniform uniform Magnetic field 然后它会发生什么事情 假设它只是这样子 那要么它就是 Lawrence偏转而已 对不对 好 要不然呢 事实上应该没有什么事情 对不对 但是或者是说 我们给它个non uniform 待会儿我会比较详细讲这个东西 之后 发生了什么事情 假设有non uniform 因为平常呢 我们又是一个uniform magnetic field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那 那这个状况就比较复杂一点 就比较简单嘛 对不对 因为比如说你要是一个 Magnetic field 在这边 那V cross B嘛 假设一个电子 不过问题是它是中性 对不对 它是中性 这个是one electron 只是说就好像海球菌这样子 one electron 它应该是中性 假设是中性的话 neutralize the atom 那跑过去 你告诉我它会不会有作用 不会的 不会有作用 所以跑过去就 就打在一个 一个目标物上面 就打到了 没事 对不对 但假设今天我给它个non uniform的 那 它会不会受到一个 力量 OK 假设会的话 假设会的话 那么它打过来呢 它可能会分布在一条区域上面 OK 我们待会再解释为什么会 结果真实实验上看到的是什么 不一样 真实实验上看到的却是怎么样 两坨 那这发生什么事情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件事情 它很快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这个electron 而且我们也不太喜欢这样子讲 什么叫angular momentum 因为一个电子 电子到底有没有size 纵使有size size应该很小吧 它哪来angular momentum 我们指的不是orbital的angular momentum 我们指的是个spin的angular momentum 好像一个陀螺在那边旋转的angular momentum 而且它的值是固定的 所以这下子蛮麻烦 这个是什么意思 所以在这个完全没有对照的状态下面 因为我们的电子本身 我们必须要在目前为止 先假设它是没有大小 纵使它有大小 那你要达成 你那边所观测到的这个spin的大小 它转速超级超级超级快 可能都比光速快 那根本就不太可能嘛 对不对 那所以这个时候没有办法 我们就把这个spin 当作一个intrinsic property OK 所以呢 对一个电子而言 它是intrinsic property 好啦 那这样子就麻烦了 那我们怎么来描述它 我们怎么来描述它 OK 假设要描述它 那我们就要找一个 比较怎么样 方便的方式来描述它 那第一件事情我们看看 假设根据我们的实验呢 它告诉我们一些东西呢 它说 假设我们有一个spin 它的s平方 这个s就是我们的spin s平方呢 commute with all other dynamic dynamic variables 所以呢 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spin is a constant of motion OK 所以呢 既然是constant of motion 所以它不会 就好像我们以前 所学过的 angular momentum一样 它会conserve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spin is a good quant number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们怎么来描述它呢 我们先前所学过的 shoulding equation 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对不起 完全都跟spin没有关系 我们考虑到只是它空间 xyz的分布 对不对 在空间上面 我们可能引入了什么 镜像坐标 比如说中心对称的这个位能 镜像坐标的解 跟角度的解 就这样子而已 角度解上面 我们可以导引出一个什么 orbital orbital的 angular momentum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引入这个spin 我们要额外加进来 额外加进来 假设也能够描述它 那就代表我们额外加了 这件事情 是可信的 OK 所以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the spin angular momentum is an additional degree of freedom 好 所以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它也是angular momentum 我们学过angular momentum 所以它们两个 会不会有对照的地方呢 假设有对照的地方 那我们就对照着做就好了嘛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就做个很大胆的假设 假设两个呢 确实可以互相对照 假设可以互相对照的时候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应该怎么来描述它 知道它的一些特色呢 比如说我们orbital moment 然后呢 另外一段是我们要谈的spin的 angular moment ok 这个地方我们描述它呢 我们都用什么 我们可以用l来描述它 一个operator 对不对 这边spin呢 我们就用大s的 来描述它 那么这个时候 它的eigenvalue呢 它本身的一个值呢 它可以从0变化 变到n-1 这么多 记不记得 我们在讲轻的时候呢 n等于1的时候 l一定等于0 对不对 n等于2的时候呢 l会等于0或者是1 ok 但是呢 在我们实验上告诉我们 s呢永远只有一个 二分之一 only 没有了 它没有其他的数值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eigenvalue 我们可以显得l 更好l l加1 这边就会这个 s s 加1 一样 形式一样 唯一的差别 只有它们本身值的部分 又不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它告诉我们 一个l operator 一进去之后 我们一投影呢 它会有2l加1的state 那 这边也是一样啊 它会有2s加1个state 但是s等于2分之1啊 所以呢 2分之1乘上2变1 1加1变成2 它只有两个state only ok 它只有这个样子 所以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这样子的意思就是说 假设我们有个spin的 the angular momentum ok 这个是s 所以呢 2分之1 2分之1加1 2分之1加1 2分之3 2分之3乘2分之1 4分之3 对不对 4分之3是等于多少 2分之3 所以假设我们有一个呢 s在这个地方 它是叫2分之3 那么这个时候呢 相当于 我们会有一个 ms呢 是2分之1的 或者是负的2分之1 ok 就好像它头一亮呢 只能够挣2分之1 或者是负的2分之1 ok 好 它就只能够这个样子 那么这样子 我们怎么来描述它 我们以前说 我们一个total way function 我们最简单的就是怎么样 这个 假设你有时间项呢 时间项果把它写在这边 这样子 那前面就只跟空间有关系 r theta phi来描述它 就这样子 但假设今天我们要把它引入一个spin 那就代表我们必须要引入一个什么样 跟spin有关系的 way function 把它称在这个地方 这样子 才可以额外的增加它一个degree of freedom ok 所以将一来就代表说 我们这个东西我们以前呢 在我们的中心立场的时候呢 我们很喜欢把它写成有 跟r有关系的 然后把时间项呢 大概先放在这边 再来呢 后面呢 就是角度项啊 对不对 有l跟ml 那现在我们额外再增加一项 这一项 ok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orbital ok 那么这一项呢 就是跟我们spin有关系 我们要这样子 才注意来描述它 ok 要不然呢 我们没有办法描述它 ok 那假设我们要描述它 那我们怎么样做才可以比较正确的 把它的特性慢慢看得到 然后慢慢来建构 好 那我们来看看这 由我们呢 右边呢 画出来的那个图里面 马上就可以看得到 因为我们spin的直是固定 它在某个方向上面的投影量呢 是固定的 它要嘛 就是投影在这边是正的二分之一 要嘛 投影在这边是负的二分之一 对不起 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spin啊 它有两个 怎么样 可以描述它的basis 干脆不拿起来 ok 所以呢 spin呢 has two basis 我们来描述它 ok 那或者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称之为什么 两个怎么样 spinner wave functions 这个呢 我们给它来的名字叫spinner ok 好 那么我们spinner会有spin up 假设按照我们刚刚那边画的 参考方向朝上的话 它可以spin up spin up的呢 我们怎么来描述它 我们就用10来描述它 ok 或者 我们用我们原来就是s等于二分之一 它的投影量呢 也是二分之一 我们呢 另外一个就是spin down的wave function basis 那我们可以写成01这样子的形式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二分之一 负的二分之一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来描述它 到时候我们把这个加入原来的 的这个schulding equation的解 那么就足以描述整体的状况 ok 好 那这个也就是告诉我们这个spinner 就是这两个wave function spinner wave function r什么 i跟 functions of spin operator s平方 and sz 你看一旦我们定义完之后呢 我们就把以前啊 我们对angular momentan的了解 通通拿来做比拟 因为它特性看起来好像一样的特性 ok 只是我们搞不清楚为什么电子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特性而已 那假设两个一样 那我就拿来 两个就把它凑在一起啊 看看能不能用它来描述 假设可以 那很方便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类似于我们对l的描述一样 我看看 我把它写成两边好不好 好 我这样子 我这边写s 记不记得 我们以前呢 要是个l平方 它会等于什么东西 l 乘上l加上1的h8平方 是不是 我们以前是这样描述的嘛 那我们今天一样画葫芦啊 唯一的差别是我们现在s只有一个值 这边l可以很多值 ms呢 不是正的就是不是正二分之一就负二分之一 那那ml可以有很多 对不对 唯一的差别是这样 那这样子呢 这边呢 我们就把它写成为什么呀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加一的h8平方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这样就好了 这样会变得等于什么 四分之三的h8平方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这样子来描述就可以了 我们发觉两边啊 我们可以学着一样画葫芦 sorry 好 那我们现在再来 那假设是负二分之一呢 负二分之一会怎么样 你看看 我们以前在讲l的时候 它跟ml有没有任何关系 什么关系都没有啊 right 什么关系都没有 那我们这边就可以一样画葫芦 同样的做法 因为它是跟前面那个有关系 跟后面的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这样描述它 看起来都非常像 对不对 好 再来一个 假设我们也有个 lz 作用在lml上面 我们得到的是什么东西 记得吗 是不是ml h8 对不对 然后这边是lml 我们这边也一样画葫芦啊 假设我sz 作用在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上面 我得到的是什么 二分之一个h8 然后后面是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完全对应哦 或者是呢 我作用在另外一个 负的二分之一上面 我得到就是负的二分之一 h8 二分之一 负的二分之一 我都可以这样子对应它 那这样子呢 既然它特性一样 我们就这样假设 待会儿呢 我们把这些假设 整个带进去 看看能不能够正确地来描述 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实验 那事实上这两个呢 根本就是一体的嘛 因为我们是先从实验来猜测 这个spin的特性 来猜测它一个可能的模式 之后再把这个模式带回去 看看能不能解释它 反正这两个本来就是 这个叫支援其说嘛 对不对 好 那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开始的来看看它的 一些s平方会有它的形式 OK 好 我们待会儿来 我们来看看 the matrix element 假设我们有一个是这样子 这样子 s平方 然后你被两个卡住 左边跟右边的s都一样 二分之一 反正这个是不能变的 但是它的投影量不一样 一个是ms plung 一个是ms 所以这个呢 很明显 假设这两个不一样 如果假设这个是二分之一 那这个一定要负二分之一嘛 因为它ms只有两个spin up 跟spin down 如此而已 OK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得到什么东西 还是一样啊 跟那边一样 我们照样运作 这个先运作在后面 你就会得到二分之一 乘上二分之一 加上一 OK 这个再乘上h bar平方 但是后面呢 这个本身呢 就相当于我们在 讲这个 我们sphere和harmonic 解的时候一样 它自己本身是 autonomal的 所以它们两个 一定要符合正交的特性 所以什么会得 msplung ms delta msplung ms OK 那同理 我们s z呢 是不是就可以得到这样子 对不对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啊 对不对 看起来呢 完全跟angelo momentum orbit of angular momentum 完全一样 然后我们再定义一个 跟我们以前一样的 我们先l的时候呢 我们有定义一个l加减 我们知道l加减啊 它一作用在我们的这个上面的时候呢 它就会怎么样 让我后面啊 有升阶跟降阶的这个问题 所以它会得到怎么样 二分之一负证 ms 这样子好 我把它写的比较像 我们就会得到这样子 也就是说呢 我们这个震的 一旦作用在这边 它不只是会有自己的icon value之外 会把这个生意接 对不对 从ms 升到ms加1 所以啦 当然啦 假设ms本身 已经是在它最高的 那你一作用下去呢 ms加1抱歉 它不能上去 那么这边一定要是0 对不对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 完全按照 以前我们熟知的 angelo momentum 把它表示出来 只不过呢 在我们这几个呢 element这样子写呢 是我们很熟悉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把它呢 full matrix的表示式 全部把它写出来 s平方 我们可以写成什么 这个是每一个element 都可以在那边变化 但因为现在s只有二分之一 它同样只有正负x 所以很快的呢 这个呢 可以写成 甚至3 h bar平方 后面呢 element呢 就可以把它写出来 因为根据后面的这个东西呢 delta,ms,plung,ms 只有两个一样的时候 才会是1 要不然通通都是0 对不对 再将ms又只有二分之一 正二分之一 负二分之一 所以基本上 就只有这样子一个形式 再来呢 s,z呢 将会等于二分之一 h bar 0,0 抱歉 1,负1 对 它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好 所以上面这个式子呢 是从这个 可以得到 从这个就可以得到 那么就一来呢 相当于我们又会有s正 可以写成h bar s负 我们就可以把这几个element的表示式写出来 那么我们以前要是讲到L平方Lz 那很快的L平方就是等于Lx平方加Ly平方加Lz平方 那我们还有个Lx跟Lz的表示式啊 那我们s呢 也会一样 有同样的表示式可以把它写出来 那么这样一来呢 它呢 本身就可以写成为 OK 那就很漂亮 我们整个就可以把它写出来 各位看看 这边跟我们以前所熟知的 Angular Momentum 完全一样 持续有个差别 L呢 本身的大小啊 是受到它前面的N的限制 它本身可以很多 可以从0一直变化到N-1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它本身的Metrix可以很大 可以很大 OK 完全连变成N有多少 它就有几个 它这个Metrix大小可以达到多少 只不过在我们现在Spin的状态下面呢 它不是的 假设我们是一样画葫芦 假设它完全跟Angular Momentum一样 那它所有的规则都要完全一样 那唯一的差别只有它的Element呢 只有怎么样 两个而已 OK 二乘二的这个Metrix的Element 那在我们历史上面呢 我们很喜欢呢 引用这个什么 Poly Spring Metrix 它指的是 Sigma X Sigma Y Sigma Z 它怎么定义它呢 很简单 我们将SX呢 前面的系数向把它除掉 比如说呢 XS呢 SX有二分之一H bar 二分之一H bar 我们把它解决掉 那么就是剩下后面这个地方 那我们这样就可以来描述一个Spin Matrix Sigma X 或者是H bar分之二的SY 那么它就等于这样子 最后 OK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完全描述完 对不起 你说什么 Y Component应该有一个 有I吧 Y Component 对 我看看 对哦 因为我们S振 等于SX 再加上I SY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个I啊 是不是我们这个I 这边要把它去掉 把它除掉 那上面也要有 上面就要有I咯 I就在这边咯 是不是 那我们下面也把它除掉吗 是不是这样子 我不知道 是不是这样子 各位呢 去参照一下 OK 去Check一下 到底它是什么样的定义 好 记住我这边定义完全都一样 你只要按照它再做一次就好 OK 熟悉一下 帮你们复习一下上个学习的东西 好 但是呢 不只是这个样子 因为我们L呢 有很多Operation上面的一些特色在 那我们的这个地方呢 是否也有呢 当然有了 是哪一些呢 我们请大家来做一做 事实上呢 我要把这个弄掉 夹在这边 这样就对了 OK 好 那这样子一来呢 我们下面有几个东西要大家来Check 大家来证明它 假如说我们前面的这些假设都是OK的话呢 它一定要follow一些基本上的要求 OK 请大家回家 通通把它做一下 很直接 OK Proof 第一个 SigmaI跟SigmaJ 它的anti-commutation relation 要等一类 容易做 直接就把它做下去 OK 你马上就可以看得到它的结果 第二件事情 假设是这样子 我们一定可以写成这样子 OK 那事实上这个是Cyclic 的这个什么 permutation OK 所以你也知道 X Y Z 那假设我们写成Y Z 这个一定是X 写成Z X 这个一定是Y OK 一定是这个样子 好 第三个 SigmaI的trace 一定要等于零 每一个通通都等于零 你看到左边 下面这三个 怎么可能不等于零呢 对不对 好 但是它只是告诉你 它有这样子一个特色 你把它自己 对自己 乘两次 不过记住 这是矩阵乘 所以你应该要 要怎么样做 平方呢 你要怎么做 其中的要 要取Degg 对不对 在乘上另外一个没有Degg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这辆 anti-commutation 写得漂亮一点 把它写成为这样子的一个式子 或者呢 commutation relation 没有症 这没有症 这没有症 我把它画成黄色 大家比较注意一下 这边有一个是 OK 它等于Ri SigmaC IzK OK 这也是Cyclic OK 最后一个 OK 就只有这样子 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请大家呢 回家回座 OK OK 我们 稍微休息一下 好不好 稍微休息一下 下课一下 下课个五分钟